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诺贝尔医学奖颁奖机构星期一公布 决定将奖项颁给伯伯 以表扬他在驻肿古人里的基因组和人类进化领域的研究工作 伯伯制定了一套检验方法 能够从考古和古生物的维械中检验出DNA的序列 被外界视为是改变了人类起源的研究工作 他的主要成就包括对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进行策略 有助于了解尼安德特人这个已经绝肿的人类 与现代人类之间的联系 而帕博的父亲是生物化学家贝里斯特伦 也曾经获得罗布尔奖 俄罗斯人释放了沃兰扎波罗尔核电站的负责人莫拉绍夫 据说 莫拉绍夫上星期被俄罗斯士兵从汽车上带走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俄罗斯已经通知了联合国监管机构 莫拉绍夫被暂时拘留 而向他提出一些问题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说 莫拉绍夫已经安全回到家人的身边 在俄国车臣的领袖卡德罗夫呼吁莫斯科 使用低当量的核武器之后 俄罗斯当局星月一表态 将采取平衡的方法 乌克兰的军队近日重夺东部的战略重振来曼之后 士气大增 乌克兰的总统扎林斯基宣布 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会收复更多的失地 而各方就担心普京可能会动用核武器 扭转局势 上个星期六 乌克兰军队成功修复了东部的顿裂级核罩 战略重振来曼之后 卡德罗夫就呼吁莫斯科改变战略 包括在边境地区 实施戒严和使用低当量的核武器 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星期一说 卡德罗夫有权发表他的意见 但是俄罗斯的军事做法 不应该受到情绪的驱动 佩斯科夫补充说 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基础 都已经在俄罗斯的核战略中得到确立 而英国经济学人国防新闻编辑喬希指出 俄罗斯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 但是其中大部分是用来摧毁城市的战略武器 最近几个星期 世界更加关心的是 俄罗斯核武库里面的非战略性核武器 喬希说 令人担忧的是 普京可能会使用这些较少的核武器 在心理上震慑乌克兰和其他西方国家 迫使对方投降或谈判 应对俄罗斯的核攻击 美国有不同的选项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威胁动用核武器后 美国的新闻周刊 引述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说 因应莫斯科的核武威胁 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 包括非核武选项的斩首行动 即是直到克里姆林宫追杀普京 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馆 评计新闻周刊报道中所谓的斩首之说 是一个妄想 并称美国对俄国核子攻击的可能回应 是疯狂的选项 香港的星岛日报原引报道说 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 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威胁 华盛顿的应对行动 包括调动潜艇和可攜带核弹的B-52轰炸机 然而 他们强调非核的军事选项也非常重要 包括动用传统武器和特殊的行动 以及网络和太空的攻击 另外 还包括向克里姆林宫核心 采取斩首攻击的行动 席取普京的性命 这份周刊引述知情人士说 拜登曾经说过 一旦俄斯发动核武的攻击 美国将强力回应 但对于美国在核武扮演的角色 以及威胁普京最有效的方式 拜登政府内部和他部分的军事顾问 看法有分歧 知情人士表示 一旦普京逾界限动用核武 拜登倾向首先使用飞核的选项 有美国的官员对此并非不认同 但他们亦表示 要在第一时间阻碍普京动用核武 美国就必须明讲 会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 美国战略司令部人士 告诉新闻周刊 几个月以来 我们已经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 做冰旗的推演 从俄斯对西欧发动核武的攻击 到莫斯科在高海拔柱引爆核子爆炸 产生电池默充 导致电网全面崩溃等等 这名知情人士自出 后者特别令人担心 因为这样的攻击 虽然超过核子攻击的界限 但并非实际上对地面进行攻击 不同于传统的核攻击 这使得美国是否应该自动以核武来回应的考虑 更复杂 而美国科学家史考拉斯说 并非所有核战争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有些可能只会带来很少的伤亡 例如在高海拔柱引爆 可能涉及的是电池默充的攻击 或者不同的示威型攻击 报道说 美俄双方并非只有电池默充这个选项 还有小型的核武选项 例如引爆当量低的新式核弹头 不少战略专家认为 这不至于引发全面的核战争 此外 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星期日警告普京说 如果借作核武器 将被俄罗斯造成严重的后果 北约的秘书长这句话有双重的意思 第一 西方并没有忽视普京年日以来发出的核武威胁 第二 俄罗斯将承受动用核武的后果 亦绝非为空话 看看与中国有关的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认为 中国不会马上武统台湾 但将建立常态化的军事活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正在美国有线电视网CNN 星期日播出的访问中表示 他认为中国不会马上入侵台湾 但中国正试图通过他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活动 建立一种新常态 虽然中国在八月份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访台湾后 举行了一系列的军演 奥斯丁二号在访问中表示 我并没有看到中国会立即入侵台湾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正在建立我们称之为新常态的东西 他们的飞机多次飞过台湾海峡中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活动的次数已经增加 而他们的海军舰艇在台湾及其周围水域的活动 次数亦越来越频繁 在中国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之后 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在台湾海峡航行 上个月一艘美国海军的军舰 和一艘加拿大的会卫舰 穿越了台湾海峡 奥斯丁在二号播出的访问中说 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以确保我们维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此外奥斯丁也强调 美国正在努力重新开启和中国的军事沟通渠道 因为这个对中美两国都至关重要 为了回应布洛西的访台 中国今年闭份 停止了和美国在部分领域的合作 其中包括双边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对话 奥斯丁说 他已经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通过电话和面谈进行沟通 魏凤和同意双方开放沟通的重要性 奥斯丁重申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继续发出讯号 我们希望这些渠道是开放的 希望中国能够和我们展开更多的合作 网上流传着江泽民的生日照 96岁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健康 一直受到中国国家的关注 中国的网络最近流传江泽民和夫人王野平 端坐在触授花篮前的照片 两个人显得很努力 但气息还可以 不过没办法确定是否今年的生日照 据报导 1926年第17号出生 长居上海的江泽民 近十年间一度是中国网络文化的热门 从造型到掌权期间 讲过的语言和肢体的动作 更加成为网络热门的用语 不过同样是在这十年里 中国的网络也不断传出 江泽民健康有变化的传闻 甚至有香港媒体创误广报导 江泽民已经离世了乌龙 江泽民最近两次延伸公开场合 一次是2019年7月29日 到白宝山革命公务 送别政治的老搭档李鹏 第二个就是 同一年12月1日出席 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70周年大会 江泽民在这两次延伸 都需要身边的人参赴 此外 江泽民就没有再公开怒过面 不过 有几次以智证翻圈的形式 向细细的高官或民人 表达他的哀悼 2021年11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高度肯定了江泽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而江泽民去年7月1日 缺席中共的百年党庆 今年9月30日 亦缺席国庆招待晚宴 外界因此 猜猜猜猜 他能不能够出席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 还是一个疑问 据香港《星都日报》和网媒《香港01》的报导 两张和江泽民过三日有关的照片 在中国网络上流传 其中一张是江泽民和王野平 端载在藤椅上 后面站着一个男子 不过并没有面部 再后方 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彭丽媛夫妇 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晴雄夫妇 致赠的大红色花篮 段带上还写着 竹江主席生日快乐港的字样 另一张照片 就是屋内布置成竹寿厅的模样 中间树起大红色的背板 以及很大的金黄色授字 背板前面放上瘦土蛋糕和礼品 两旁就放上花篮 但画面中并没有任何人 至于照片中的四个花篮就显示 致赠者除了习近平夫妇之外 还有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 中共中央彭工厅 以及全体衣务和工作人员 同样写上竹江主席生日快乐的字样 江泽民今年的生日应该是在上海度过 但这些照片 没办法确定是否就是今年8月份的生日期间所拍摄的 香港疫情措施再放宽 据全会免费拍机票 香港疫情放宽 政府计划逐步放宽入境的检疫措施 由以往实施的三加四国外零加三 无需强制抵抗的人士 入住检疫的酒店隔离 香港媒体《星老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港府打算等香港恢复正常时 就将入境检疫措施改为零加零 向全球旅客派发机管局自2020年 已经扣入的50万张机票 目的是向全球推广香港 这份报纸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 指出特首李家超 有机会在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 公布有关的措施 政府内部认为 当香港放宽至零加零的时候 香港全面开关 派发50万张免费机票的优惠 可以吸引一些本来没有计划来香港 可来可不来的旅客访港 令香港获得最大的收益 而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前日表示 商界希望香港 尽快实施零加零的入境安排 现在很多人流行曬日光浴 多曬日光浴 不单可以曬出迷人的股东式肌肤 更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D 提升免疫力 增强钙质的吸收 曬日光浴 在欧美国家是相当流行的活动 不过欧美国家对日光浴的追求 不单如此 抖音在2019年 掀起了一个叫做 回音日光浴的运动 男男女穿着泳裤或比基尼 在阳光底下 张开两只脚 展开回音部 吸收阳光照射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有些抖音的用户 认为要让私密处在阳光下 曝光至少三分钟 除了能够获得古董式屁股 还声称此举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睡眠 提升精力 而且性欲变得更加强 更加的形容是 更加的形容是 好像使自己喝了一杯咖啡或充电 因此 回音日光浴 成为了抖音热门的搜索关键字 一度在国外掀起 让私密处享受日光浴的热潮 不过有很多医学专家提出了疑议 警告喜欢做回音部日光浴的网友 比回音部晒大阳 恐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医学专家警告说 紫外线照射对于回音部的肌肤来说 过于敏感 由于私密处皮肤比较薄 太阳光照射可能会灼伤表层肌肤 而且等回音部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之下 恐怕会增加患皮肤癌的机率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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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